爬上大巨蛋屋頂 工人跟颱風搶時間 趕緊用螺絲 將一塊塊鋼板固定 已經停工超過一年的大巨蛋 再度面臨颱風考驗 7月3號開始清理排水溝 固定屋頂上鋼板 預防風一來就變成會飛的鐵皮 最後衝刺整理鷹架 加強建材存放 就怕再重演去年蘇迪勒強風 把大巨蛋鐵皮吹落殘礦 這回台北市政府突擊工地 派員機察正在拆除的 信義區中信A7大樓 工架跟地面的接觸 它是不穩固的 會呈現或是會歪斜 這也是我們檢查的重點 上下左右搖一搖 確保機座穩定度 檢查必拉桿的失座距離 橫向7.5公尺一隻 縱向5.5公尺一隻 才能拉得住 20幾層樓高的直撐架 學生補槍夠不夠力 也是防台重點 這是工架的安全性 因為我們過去太多失敗經驗 在騰空天 之後就要倒掉了 這個藍色帆布 它平常是防風防塵的 那在颱風來臨前 一定要做這個 整個把它整理到一個完善 就是說強風來的時候 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會把它整個捲起來 修修剪剪 先幫陸樹瘦身 再放上三根支架固定 讓陸樹向不倒翁 降低樹倒災情 面對今年的第一個颱風 還是強台等級 柯市府率先出擊 全面備戰 記者董佑君 邵玉敏 台北報導 謝謝大家 下雨火 快逗星 家